法国巴黎格雷万蜡像馆 最近展出了好莱坞巨星巨石强森的蜡像 但是因为肤色太白了引发争议 连巨石强森本人也在IG上开玩笑抱怨 要求馆方要调整 法国巴黎格雷万蜡像馆 最近公开全新蜡像 复制出好莱坞影星巨石强森 却因蜡像的肤色问题引发热议 粉丝批评蜡像的肤色太白 跟本人落差很大 有人形容就像一根粉笔 还有人拿清洁剂广告中的光头白人出来比对 巨石强森也在IG转发喜剧演员的吐槽影片 用开玩笑的方式抱怨蜡像肤色惨白 巨石强森的父亲是名黑人摔角选手 母亲则是南太平洋岛国的萨摩亚人 她表示团队将联络蜡像馆工作人员 要求调整蜡像肤色 自作一座人物蜡像需要至少半年的时间 成本大约6万到7万美元 约台币225万 艺术家花了10天处理巨石强森手上的刺青细节 却搞错了她的肤色遭到外界批评 蜡像馆紧急赶工修改 希望符合粉丝的期待 也表示会调整照明配置 避免影响肤色的呈现 张勇腾编译